到底要怎麼做 除了斬皮蛇之外 我們知道是不行的嗎 行你到底要怎麼照顧自己 才不會留下後遺症 是 因為要為了避免這些後遺症 我們知道感染到眼睛 眼睛可能會失明 感染到耳朵這個部位 可能會聽神經受損 平衡感受損 然後這個胎狀炮成的神經痛 有些很嚴重 我有一個婆婆來就一直哭 因為他每天都痛到 沒有辦法睡覺 睡到一半 就算他吃安眠要睡覺又痛醒 所以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 他就整個都得憂鬱症 對 所以說其實非常辛苦 所以說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早期治療 所以第一個就是發疹 通常我們說大概兩到三天內 看到水泡兩到三天內 你同時又合併疼痛的話 就不要再拖延了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真的就是不敢到醫院 所以說防疫時間是不是 對 防疫時間大家就在家裡 不然痛忍一下好了 對 感覺應該明天會好 不然再觀察幾天好了 可是這樣不行 因為前面兩到三天內 就要趁這個病毒 對 還沒有到很厲害的時候 趕快投給這個抗病毒的特效藥 因為大家都很怕吃特效藥 覺得聽起來好像有危險 很毒這樣 其實不會 他是腎臟代謝 但我們比較適當的劑量 其實所有病患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再來就是傷口要好好照顧 剛剛威士也提到 所以說不要去把它自己戳破 因為大家看到水泡就想戳破 對 不要講 因為細菌就會 扁掉比較好照顧 對 看起來扁掉比較好 就是沒有 細菌 細菌會趁虛而入 結果就是細菌感 然後需要的時候 會需要塗抹一些外用的抗生素藥膏 對 這個時候其實抗生素藥膏 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怕的是細菌的感染 病毒的感染就是吃特效藥 而且前面兩三天內來看醫生的話 其實健保現在都有給付 對 但你太晚來 其實就沒有給付了 所以說不要拖延 再來就是如果痊癒了之後 還是疼痛的話 也不要在家哭跟忍耐 皮膚科醫生 疼痛科醫生 還有像我們吳醫師神經科醫生 都是專家可以幫助你解決這個疼痛 最後要告訴大家 黃金72小時 發疹之後三天內 趕快來吃藥 是最好的療效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還有一些其他影片 還要請翻託 還有一些訊息